大家应该多少都听说过泰坦巨蟒吧 它是曾经生活在我们这个行星上的巨大蛇类 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它们是非常危险的掠食者 栖息地中的其他动物都会想办法避开这个敌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不过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另外如果泰坦巨蟒没有灭绝的话 大自然又会出现什么不同的转折呢 这里是TopGen频道 接下来我们就会告诉你一件 影片正式开始了 泰坦巨蟒的世界 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单独或者是孤立存在的 每一个种类的动物都是它所栖息的生物群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有那些能够很好的适应当前条件的生物才能够生存下去并茁壮成长 查尔斯·达尔文所提出的进化论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最伟大的自然法则 也就是说如果要追根究底的了解泰坦巨蟒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我们就必须尽可能的弄清楚它在灭绝之前是从什么环境条件下生活的 首先泰坦巨蟒是生活在大约6000万年前的古星式时期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恐龙灭绝后不久 虽然发现泰坦巨蟒骨头的地点是在哥伦比亚 但照理说分布范围应该更广阔 有可能覆盖了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在当时南美洲是一个单独的大陆 没有和其他的大陆相连接 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 当致命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并歼灭了恐龙之后 全球的冬季呈现比较温和的状况 地球上的气候相对的普遍暖和 在当时 现今的哥伦比亚的所在地是热带地区 年平均气温为摄氏35度 这片区域被浓密的丛林覆盖 无数的河流贯穿其中 也就是说 所有的条件都和现在差不了多少 唯一的区别是当时没有人类的存在 生活在丛林里的动物 也是和现在的完全不同的种类 很显然的 泰坦巨蟒是生活在河川一带 这些巨蟒之中有一些身体长达14公尺 重量甚至超过一吨 那些和泰坦巨蟒生活在同一个栖息地的生物之中 有一种长得很像鳄鱼的森林恶客 它们的身体可以成长到6公尺左右 另外 泰坦巨蟒也有可能经常遇到与乌龟同种类的动物 不过那些动物现在也都已经灭绝了 例如说碳龟 它的甲壳长度可是超过了1.5公尺 泰坦巨蟒一开始被认为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捕食者 它捕食和吃掉所有其他的动物 当然也包括了刚刚提到的那几种 根据这一理论 连无意中接近水边的鸟类和哺乳动物 都会成为泰坦巨蟒的餐点 在几乎整个新生代的期间里 南美洲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是南方有蹄木动物 南方有蹄木动物的种类繁多 外观也是五花八门 但泰坦巨蟒时代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图式兽 这是一种体长一点无耻的食草动物 身体沉重 四肢强壮 外形介于狗和野猪之间 而南美洲的鸟类之王是取代恐吓 它们是巨大而无法飞行的猎食鸟类 体型不一 大的有几公尺高 不过也有未满一公尺的 也就是说 泰坦巨蟒根本不怕没有东西可以吃 不过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 这一个理论是错误的 因为当研究人员在检查泰坦巨蟒头盖骨的时候才发现 它的主要食物其实是鱼类 所以说除了鱼类之外 在前面提到的所有生物的栖息地之中 都不需要害怕泰坦巨蟒的威胁 另一方面 泰坦巨蟒当然也不用担心其他掠食者的攻击 因为很明显的 和这条巨蛇作对 一定是个非常愚蠢的行为 为什么泰坦巨蟒灭绝了 泰坦巨蟒这个物种 大约只存在了200万年左右 是段非常短暂的时间 由于在6000万到5800万年前的那段时间里 甲烷多次释放到大气之中 泰坦巨蟒也慢慢地适应了大部分的暖化巅峰期 在那之后 气候开始变得寒冷 当然 这样的气温还没有达到恐龙灭绝时期的那种程度 也没有人类经历过冰河时代那么冷 不过 对于喜欢炎热气候的动物来说 这也已经够瘦的了 另一个问题 则是与刚才提到的甲烷释放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烷的释放会导致大气逐渐变得温暖 也让地球的整体环境更适合泰坦巨蟒的气息 但事情并不是就这样和平结束了 在北大西洋那一带 甲烷化合物反复持续地释放了大约有2500年 让整个水域的海水酸化 并形成了大面积的无氧地带 这时候出现了许多产生硫化氢的硫酸盐还原细菌 在这个过程达到高峰期的时候 世界上有大约10%到20%的海洋 就像现在的黑海的深水区一样 只有燕氧菌可以活得下去 这样的水体基本上刚好就存在于大陆的海岸线附近 结果鱼类的数量减少了 完全没有鱼类可以栖息的地方了 因为这样 泰坦巨蟒也就没有耳食可以吃了 当然泰坦巨蟒并不是生活在海里 而是生活在河流中 但我们可不能忘记 即使有许多鱼是生活在淡水中的 但它们会因为产卵而迁徙到海里面 适合生长的水域面积减少 也让它们动弹不得 气候变冷和富含硫化氢的水域扩张这两个因素 似乎就是导致泰坦巨蟒灭绝的主要原因 被称为燃科和森燃的现代蛇类体积 比泰坦巨蟒要小很多 出现的时间也晚了很多 但是如果泰坦巨蟒幸运地 在这些不利条件下存活下来的话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说老实话 就算泰坦巨蟒真的幸存下来 但随着环境的改变 它也一定会面临到其他的新问题 在接下来的六千万年中 发生了许多天灾地变 但也许对泰坦巨蟒来说 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那些灾难 而是其他的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在影片前面说明过的 在新生代的大部分时期里 南美洲大陆就像现在的澳洲一样 四周一直被海洋环绕着 在那里可是拥有着非常多 独一无二的动物群 这其中也包括了刚刚提到的 取代恐吓和南方有题目动物 南美洲大陆是在大约1500万年前 才开始与北美和中美洲相互连接起来 而大陆之间出现了 现在这个衔接陆地的桥梁 也不过仅仅是300万年前的事情 因为这个地形上的改变 许多动物开始从北美 入侵到南美这片土地 取代恐吓和南方有题动物 都没有在这场生存竞赛中幸存下来 而且还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灭绝了 其他物种也吃到了苦头 对泰坦巨蟒来说 也算是陷入了困境 举个例子来说 泰坦巨蟒不能吃从北方游过来的鱼类 但是那些鱼 可能把原本是巨蟒耳食的淡水鱼赶走了 这样就让泰坦巨蟒没有食物可以吃 或者是新的植物物种 可能改变了土壤的化学成分 也从而改变了水的成分 顺便提一下 从泰坦巨蟒的远近 也就是现代然科的蛇类 目前分布的范围来看 它们原本应该是起源于南美洲 然后再通过刚刚所说的陆地新桥梁 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扩散到中美洲 从这种状况来看 对于泰坦巨蟒来说 陆地连接起来也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吧 如果泰坦巨蟒没有灭绝的话 会怎么样呢 如果泰坦巨蟒幸运存活下来的话 动物王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蛇独大的状况 应该会减弱生物圈的多样性 其他然科的蛇类 很有可能无法进化到现在这种样子 强大的泰坦巨蟒 将会占据那些蛇类的生态位置 泰坦巨蟒应该一直都会是这种大蛇中唯一的生物种 没有其他的敌手了 在美洲大陆相互连接起来之后 幸存下来的泰坦巨蟒可能已经开始到处移动 确保自己的领土范围 这个时候 泰坦巨蟒的活动范围 说不定已经延伸到了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界 几千万年以来 丛林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刚好可以给泰坦巨蟒提供一个非常舒适惬意的栖息地 对人类来说 泰坦巨蟒其实并不是像电影中那么危险的存在 在口味上 它们不觉得人类是很美味的食物 鱼类还比较可口 话虽然这么说 如果要在它们的栖息地游泳时 还是要小心谨慎才行 泰坦巨蟒可能会将快速移动的行为 一律视为对自身的攻击 所以很有可能会因为自我防卫而攻击游泳的人 另外 贪婪的人类说不定也会为了蛇肉和蛇皮而猎杀巨蟒 而到了现在 泰坦巨蟒的真皮皮包可能就已经变得非常珍贵了 以上本期的影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制作的这支影片 你认为泰坦巨蟒现在不存在于地球上会比较好吗 还是说你希望它们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我们很期待能看到各位观众的感想和留言 一定要订阅本频道 并在社交网站上分享这支影片给你的亲朋好友 另外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让我们期待下次影片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